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台北股市今天下跌137点 陈嘉良又收到1727亿 那外资今天又卖了111亿 整体来讲外资前两天 买的今天全部都吐光了 那今天又破了五日跟十日均线 所以整个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其实跟国际股市相比来讲 跟中国大陆的股市最像 当然香港也把它放在中国大陆股市了 那整体来讲大中华圈的股市来讲的话 真的是难兄难弟 两岸会统一股市先统一 先统一一起都在做一些下跌的整个道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等一下会跟各位报告 那台北股市这一波到底要跌到什么样状况 我们从最近盘面上的一个 个股的一个相对阻势 到底你要特别留意一些什么样的股票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 如果说你手中有的 你要注意一下这些股票后续的发展 我们就马上为投资朋友做报告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跌了137点 137点 当然从现行上看的话呢 其实还真的相当的弱 真的相当的弱 整个来讲的话 你看实行又波又来到这五日均线的附近 那我说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跟整个国际股市来讲 跟中国大陆是一个烂凶烂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股市 国际股市目前的状况 你看从稻穷开始看 稻穷是涨的这个样子 这个多头格局 至少短线上来讲 那多头格局还是存在的 那是NAS的指数都在往上涨 有没有 至少在往上 费半有在往上涨 你看标普也是一样 那这个都是 我们看到每一指数当然不是 你看南昂股市也是一样 对不对 都在往上涨 人家都沾上所有的短期的均线之上 那日均指数来讲 都已经来到了整个年线的位置 跟季线 跟半年线之间的位置了 你可以看得到日本股市相对还更强 这什么瑞的指数 那我们先比方看这些 我们看全球的股市去发展 恒生指数 跟我们台湾一不一样 一样 今天又破底了 对不对 是不是又破底了 那大陆股市 H股是不是一样的先行 一直在往下跌 那深乎300 这都是上海A股 有没有 这上海B股相对比较好一点 但是综合指数一样 往下破底 跟台北股市差不多 就是一条往下的趋势 完全都没有改变 生菌A来讲的话 有一点打底 那个生菌B就往下跌 那生菌综合大概平行 你看印度股市长成这个样子 马里拉股市是长成这个样子 泰国股市是长成这个样子 新加坡股市也长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华人地区来讲 新加坡也是相对弱 这是华人地区的 你看这印尼股市 越南 越南来讲的话 最近来讲也是持续在跌 跟大陆股市也差不多蛮像 跟我们也差不多蛮像的 这台湾50 你看德国股市是这样涨的 对不对 欧洲股市还是跟着美国股市涨涨 华国巴黎指数是这样涨的 爱尔兰指数是这样涨的 匈牙利指数是这样涨的 瑞士指数是这样涨的 荷兰指数 比利时 奥地利 希腊 西班牙 瑞典 欧洲道琼 丹麦 挪威 挪威至少还整理往上 黎巴勒 你看黎巴勒比我们强 以色列也涨 澳洲水梨也涨 澳洲的指数 纽西兰来讲 至少应该跟长欧 有点小底部的完成 只要市场就往上涨 墨西哥你看这么强 对不对 智利 平 阿根廷 你看阿根廷那么烂的国家 指数比我们还漂亮 这个就比较那个啦 捷克你看涨 沙尔地阿拉伯涨 巴西你看也是涨 我们台湾这个样子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 以全球股市去观察 这一波台湾就是跟着 中国大陆一直往下跌 那原因在哪边 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嘛 中国大陆就是整体来讲 美国要打他 然后他又要管控疫情 所以说经济来讲 大概就不好 那最重要是他们的领导人 习近平全面掌控 那接下来他的二十大以后也很清楚 他就均富嘛 追求中国式的现代化嘛 那中国式的现代化来讲 就是不追求的资本主义嘛 那不追求就是资本主义的话 那当然股市就要跌啊 那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那为什么跟着他跌 因为我们台湾百分之四五十的贸易 都是依靠中国大陆啊 都是靠中国大陆耶 我们都很多大部分的赚的钱 是中国大陆都赚了非常多的钱耶 那中国大陆不好的话 台湾又好吗 就 所以状况就变成这个样子嘛 像今天来讲的话 连六个月 九月份来讲的话掉了七分 这很严重 对不对 黄囊灯 你看这黄囊灯 有没有 掉了 这个从二三掉了六分哦 这个从绿灯到黄囊灯 从绿灯直接跌到黄囊灯的最低标耶 你看黄囊灯来讲的话 低标来讲的话是 黄囊灯的话是22到17 你看直接二三跌到17了 就二三跌到17了 一个月而已哦 你不要看这个边际是很可怕的哦 经济学讲的都是边际效益啊 就是呢 每个月每个月来讲跌 如果跌更重 代表说未来会很差 完全没有止跌的现象 所以接下来到最后一条路就是黄灯了嘛 那黄灯最烂的就是九分啊 那如果十月份的话大概要几分 真的不晓得哦 就是不晓得 所以景气确实是在衰退啊 那我们的国务主委讲说 今年底到明年是景气的低点 那这个低点来讲是U还是L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那当然以台积电的讲法来讲 就上半年啊 会调整到上半年而已啊 明年的上半年 那所以说从现在到上半年好了啦 你说股市领先一季涨 你就领先半年涨 真的不太可能啦 那中间又有所谓的恶物战事 还有跟美国要升息 然后投资票要注意一下 美国下个礼拜就要升息 大概11月5号左右 11月5号大概会升三码了 这已经跑不掉了 但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他们的期中选举 美国期中选举如果结束了 那民主党又输的话 那你觉得美国股市会不会跌 我觉得会跌哦 因为这波毕竟他涨了 又涨一波了 至少会受这个讯息的影响 那12月呢 他又要猜了 到底是两码或三码 最近美国股市再跌 有人在猜12月是两码而已 没有到三码啦 但是如果又回到三码的预期呢 我看美国股市一定跌 那台北股市跟中国股市 在这一波在美国股市涨 其实中国股市跟以前美国股市 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他是走自己的路 港股市倒霉啊 是政治因素的介入 所以说可能跌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什么阿里巴巴呢 腾讯呢 以前都三百多块美金了 连港股都十五百块了 跌了三分之二还强耶 跌了三分之二 跌了六七十%还在跌 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真的不晓得 你从这种大陆股市 所以台湾股市很多的股票 你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本益比要怎么调 但最重要的是 现在是我们看本益比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其实联花科 我们讲今天联花科公布他的活力 二四五四的联花科 你看我说他在整理嘛 你看他公布第三季赚多少钱 公布第三季赚了 我们看一下 今天已经讯息已经出来了 还已经放在这个新闻里面 那今天还跌二十四块 对不对 你看市场多没信心 你看到没有 第三季十九点五四元 十九点五四元 但有一些外汇因素 那你十九点五四元 你说十九点五四 他上半年已经赚了四十三点四 那前三季已经赚了六十块 下半年他没有赚钱吗 没有吧 你看他九月营收 还五百多亿 那当然十十一十二不晓得 那当然他大概会估 差不多少十%左右的营收 但是少十%左右的营收 今年我就跟各位报告 联花科今年至少七十五块 对不对 真有人估到八十块 那目前看的话 应该七十五到八十之前 应该是跑不掉的 那七十五到八十之间 股票五百六十五块 原因在哪边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台湾股市 现在的本益比 都跌到这个样子 我们在讲 三七一一的日月光 股价八十点七 尾盘一盘拉上去的 不然是谁拉的 不晓得 应该是外资 外资今年有买就这样拉 那前三季赚十块的 今年估十四块 明年大概估十一块 那你今年的本益比来讲的话 你说明年衰退 对不对 衰退 问题是你这样衰退的过程当中 本益比也只有到五倍而已 五倍到六倍而已 五倍了 为什么本益比还这么低呢 对不对 台北股市以前来讲 像日月光以前 每年都赚钱 但是本益比也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为什么今年来讲 很多股票的本益比 都一直在往下摔呢 但是没关系想这个问题啊 那这个趋势目前来讲结束了没有啊 你才能去判断这个股市什么时候落底吗 我们讲说本益比会将修成的这么容易是最重 最重是什么 资金的外逃 就是资金一直在脱离这个股市嘛 对不对 我不要投资股市我就卖嘛 啊结果一直卖一直卖就一直跌一直跌嘛 那你公司来讲的话 也不可能说获利来讲 像今年的获利 你看日月光也好 台积电也好 联电也好 其实跟今年的获利的基础 跟年初的时候 反顾其实都一模一样 胜财比较高哦 你像年华科今年来讲的话 其实人家七十几块真的做到了哦 那你说下半年景气断来式的往下跌 至少没有跌到他啊 对不对 那跌到有一些个股什么文贸啊 像今天还有什么金豪科啊 你说这些公大公司有没有 没有哎 没有跌到说 呃像台积电 你有没有跌 应该还估到三十九块 联电还估到七块二哎 这跟年初估得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没有改变呢 但是股价跌成一塌糊涂 这很多人为什么会套劳 这原因就在这里嘛 我觉得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的股价已经来到本益比 从八倍而已 还要跌啊 对不对 你说今年赚七块好了 八乘以七 以联电来讲 五十几块应该到底了吧 没有跌到三十三块 跌到三十三块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明年衰退 明年衰退的话 人家明年也雇到五块多啊 所以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资金在脱离台湾股市 资金在脱离台湾股市 有几个方式嘛 第一个就像今天公布的嘛 今天没有公布的话 大家还不知道这回事 对不对 尽管会还真的敢公布 今年来讲 你看九月底 到九月底的变化 九月的变化 你看光证券这一块 证券的这一块 股票部位 股票部位来讲的话 听说国银行库在九月份 就卖了一千三百六十五亿啦 但这少的部分来讲 还有市值的下跌 我们讲还有市值的下跌 但是呢 还有他卖股票的部分 受险说卖了 卖了 卖了 卖了四十亿不晓得 但是呢 国银的这些银行 就是八大行库 卖了一千多亿啊 然后都去买什么 买债券 这就是资产的转移 银行业现在在做的 都是资产的转移 把这些风险进的资产 因为他还是有一些啦 但是该卖的还是要买 把卖的钱去买债券啦 因为你现在买债券来讲 现在景气 大家看明年不好嘛 那我是买债券来讲的话呢 我去买短期的债券 我不要买太长期的 我一买来讲 我利率就固定在 三%多四%多了 我至少能够赚这个钱 所以股票来讲呢 你说本益比低 还有再低嘛 所以这是第一个资金在网上 第二个就不用我讲 这是外资啊 外资今年在台股市卖1.3兆了 第三个是融资啊 你看融资 融资你说今年来讲的话 不投入股市来讲 你看融资现在一直在跌 跌到最低点的位置 你看已经剩下 1600多亿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今年的高点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今年18619的时候 融资水率是多少 融资水率是2843亿 所以你看融资少了1000 我不用了啦 你借钱给我买股票 1200亿我不要了 1200亿不要的话 你除以0.4好了 融资这一块来讲 就少了资金 也少了快 如果说以0.4来讲 2500多也没有啦 对不对 融资大减啊 就这样子 因为2500多是可以买股票的钱 我也不要啦 这股票就一直卖嘛 就一直卖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在这一块来讲 那另外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9月份的那个 证券划报也少了1600多亿嘛 那我钱干脆我从我的铺头就提走了 转去买美元啊 或转去做定存啊 我就不要放在股市啊 所以你看台北股市的这两个 这种资金的大幅撤离的影响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本益笔一直在往下修啊 你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 现在买股票真的不知道 一倍时的估出来了 但是看看本益笔到底要给几倍啊 法人都可以看很好 所以现在有会涨的都是相对有量的股票 你没那样的股票 你真的不知道它怎么跌 股票那移买就跌 移买就跌 对不对 我举一个例子 那最近它在跌什么 我真的也是有点莫名其妙 为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一篇 看一下这篇报道 连赫法人今年估的 那时候看这篇报道 就想说 哇 这公司还不错 等一下跟各位讲创意 创意最近的 是法人出了报告 说被错杀了 你看创意里 你看到没有 今年估5块多 明年估8块 而且最重要是 它跟它搭上了Procom 它搭上了Procom 布局CPU-based的Switch 有望成为行业的 游戏的改变者 有没有 那你还不管这些 它现在来讲的话 以明年的本益比 估到8块钱 估到8块钱 但是今天你看 打到快跌顶板 昨天已经打到快跌顶板了 昨天外资跟投金在对作 你看外资来讲的话 一直在卖 投金 外资昨天是买的 你看 一个买一个卖 有没有 一个买一个卖 那今天来讲又往下杀 大盘跌又往下杀 你看那这一波 从120几跌到86 其实在这里的时候 我跟你讲 报告我就看过了 其实差不多 没什么改变 也是8块到 也是今年赚5块多 明年到8块 那你说当时候 涨到8块这里来讲 本益比起来几倍 14倍多啊 对不对 8块来讲的话 20倍没有啦 只要15倍左右 但是你看这波在修什么 这种股票就在修本益比 这种股票就在修本益比 所以现在来讲 你对明年的获利 那这里会不会止跌 讲实在话啦 你就看连线这里啦 至少就技术面来讲 至少有个连线来跟你看 那你如果说 你能够认同 它的基本面来讲 如果明年8块 你能够认同来讲的话 那以这种重达 KY这种公司的 这种光通讯的 本益比来讲的话 你看它的历史 本益比是几倍 已经9.2倍了 但是很多都是 还破历史本益比 所以你现在你敢买吗 不知道耶 讲实在话 你就很为难 就很为难 那最近来讲 你看我再举个例子 像这种个股 就在修本益比 那是3406的预进光 对不对 你看 从469直接杀 这一波下来的过程 它还杀什么 你看它的营收 你如果说 你看营收 创历史新高 9月的时候 对不对 9月的时候 结果它的股价 从9月初就开始 建高点了 就开始直接从468 杀到今天还破底 277啊 今年的郁金光 大概反而估 差不多64块左右 24块 你看你郁金光 以前那种高本益比的公司 现在修正到 本益比实际上10倍出头 实际上10倍多而已 对不对 24嘛 你28嘛 那时候10倍 11倍啊 很可怕哦 对不对 就像大力光一样嘛 你看大力光 本益比 如果以下股价 181 今年已经估到190几了 你看它前三季 前三季赚 前三季赚 60几 赚100 140 148了嘛 前三季赚148了 所以今年再怎么差的话 至少190 190 190块应该跑不掉 180到190 你看本益比几倍 10倍啊 大力光过去是多高的本益比啊 你看现在只能10倍而已 就像台积电今年来讲 以今年来看的话 也剩下10倍而已啊 所以 很多 莫名其妙就是 这一波在跌什么 我跟你讲就是在跌本益比的下修 那最重要原因就是资金在撤离台湾 不管是什么方式啊 就撤离股市啊 我们不要总撤离台湾啊 外资是撤离台湾啊 散户是撤离股市啊 国营航空也在撤离股市啊 所以这一波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你不要去预期 对不对 说117 81或怎么样怎么样 重要的是这一波量 我说月线一定要先过一次啊 这一波你说最安全 我昨天在节目上跟各位讲了 你如果这一波真的要比较最安全的方式 一定要这一波月线先过 你月线没过之前 当然也许有股票涨 你说今天来讲创意也涨没有错啊 资源我跟各位讲的资源来讲 最近也是涨得很凶啊 虽然我卖掉了 但是你今天去追咧 你看 你不知道主力要怎么做你 我讲难听一点啊 今天来讲股票 哇追啊 你看 法人目标价 我们看150的 我们看170的 今天最高148.5 但是我为什么卖 我看大盘不好嘛 我哪知道他这么厉害 对不对 有赚9%就走人了嘛 那你说你今天看 我说在这个节目上 你不要看强势去追 当然也是很难讲 你看今天创意来讲 强势追你就可以赚钱了 对不对 你说资源来讲 你强势自追 到底差在哪边 你问我我也不晓得啊 我讲难听一点 主力要玩你啊 你怎么办呢 你看今天爆到五万多张 这两只股票 你看今天五万多张 13.9 这张股票多少 一千 一百 这五十几 数学比较 七十亿左右好了 七十亿左右 你看创意更多 七十亿左右 创意来讲 四百多块来讲 今天一百万八张 如果这样算一算的话 也是差不多 七十亿 这两张股票就一百四十亿了 这两张股票就一百四十亿了 你创意为什么会涨 最主要是大家觉得误杀了 就在这里 店长就看到报告了 误杀了 你看 3Q获利创高且大幅高预期 再度打破市场疑虑 4Q22猜测惊喜 获利来到恩爱 就委托设计 将翻倍成长 中美禁令对创意毫无影响 其实最重要是这一句 中美晶片禁令对创意毫无影响 你说今天会涨就代表 大家认同这一块 然后最后这个 AI HPC的晶片市场趋势 能高度成长 所以你看今年估27块 明年估33块 那你如果明年估33块的话 以创意的本益比来讲 过去本益比都是二三十倍的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33块现在跌到这里 要十几倍而已 所以股票就有人敢冲嘛 敢做嘛 但是涨了两根了 你要去做吗 我不晓得了 我讲难听一点 因为毕竟它涨下来的话 这个过程大盘也不好 你说这样一直要往上冲 就像资源你12425不买 你今天去买110几的 你要继续被套啦 那你会不会解套 我不晓得耶 真的 资源今年就赚11块 今年就今年明年就赚 今年10块多 明年11块 股价涨到140几块 已经差不多14倍 15倍本益比了 所以说这里来讲 我只能讲说 当然有股票会涨 但是你就很难去拿捏 对不对 那创意毕竟也是从600多块 跌到400块都破了 你说是不是技术面的谎谈 那既然原则上 至少这个研究报告 当然推升了这短线的走势 所以说这里你怎么去本益比的拿捏 以目前看的话 我个人的观察 跟各位同学们做参考 一旦本益比拿捏比较安全的 我说比较安全的 不一定会涨 我们再讲比如说4915 你看自身 今天来讲你看 开靠 这这这这杀 而且大量 对不对 第三季赚多少钱 第三季赚 我给你看一下 前三季获利登顶 有没有 第三季赚1.95元 1.95元 对不对 然后前三 前九月 每股4.77 今年赚估6块半左右 明年估6块8到7块钱 本益比几倍 你说它是车用的 它A-10的摄影镜头 对不对 欧盟节点讲 不是2035年 全部禁用燃油车吗 所以说A-10来讲 是电动车来讲 很重要的辅助工具 对不对 先进辅助系统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以这里来讲的话 自身跌到这里 连线这附近 给它跌破了 本益比几倍 你现在看到说54块 7的话叫差不多 7倍 7倍 8倍左右 8倍都嫌高 不然股价会这么跌 跌到这里 8倍都嫌高了 你说投信任养 你说有没有卖 他们没看买在这里 这里最近来讲 就卖在这边 应该是赔钱卖 大概也是赔钱卖 那之前 已经电动车关系 你看撑了这一波 你看还是往下走 像这就是本益比在修正 那修正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只能去先观察 先观察 真的是先观察 第一观察什么 先观察大盘 大盘 那另外你要注意到哪一种 这种股票 来讲要注意一下 这种断来式的修正的股票 你看金豪科 前上半年赚6.76元 那第三季赚多少钱 算给你看 上半年6.76元 前三季赚7.05元 第三季赚多少钱 第三季赚三毛钱 这个就是断来式的 获利的下杀 那接下来会不会赔钱 不晓得 所以这种股票 你不要看它低 很便宜 对不对 它的边际已经 实在说到 真的也不知道怎么讲了 从一季的三块变三毛 对不对 三块变三毛 变三毛 三块多变三毛多 所以股价会是 为什么这么跌 但是股价来讲的话 你看一不止 它高跌之后 182块 213 你看到没有 所以股价来讲的话 真的有时候想一想 也真的蛮可怕的 真的蛮可怕的 它可以这样跌 跌到你不知道 它怎么去修它的本益比 你说明年来讲 怎么去修它的本益比 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这种获利的 你说今天来讲的话 文贸第三季赚八毛钱 今年前四季赚四块钱左右 那今年大概赚四块 应该 第四季一定会比第三季还差的 所以今年赚不到五块钱 你说今年赚不到五块钱 本益比二十倍 但是说明年怎么看 明年怎么看 明年如果赚到两块三块多 已经顾到有人反正顾到明年三块多 假设手机明年只是 较今年还衰退一点点的话 那五毛大概 大概 明年它会赚到三块到两块钱 那本益比怎么给 你如果三块钱的话 本益比三十几倍啊 两块多本益比四五十倍啊 你这种股票怎么涨 我讲哪一天怎么涨 但它有一定的基本价值 这个基本价值到底 市场业给予到哪边 我就要先看净值吧 真的啊 真的啊 因为它的趋势还是在往下嘛 整个趋势还往下嘛 那另外来讲的话 因为它的产业来讲 也面临了很多其他的代替品啊 它面向型雷射有在做 但是边际型雷射它没有 苹果这次的3D感应 已经用到了边际型雷射了 所以说它会不会慢慢的的产品 也会被淘汰掉 整个消费性市场又没有又不好 它策用的这一块 比例不会太高 不会太高 所以它也是面临 它为什么股价可以这样跌 它自己公司在整个产业 面临一个蛮大的危机了 所以可以从300多跌到 像100多啊 100出头而已啊 这就是本益比也高 然后呢 整体来讲的话呢 就是等于说 它回到它最基本的生化家 那个价值啊 啊这个价值在哪边 我跟你讲市场会跟各位报告 会跟你讲 因为它现在还在破底的过程当中 你就只能观察 但是你有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真的就很难拿捏了 因为它的本益比这么高 你这里要不要再卖 对不对 你如果说你有联电来讲 我觉得你就不要卖了啦 反正就这样子啊 你讲难听一点 你今年7块 明年5块 至少赚钱值率高的 你又当做一个中线投资 那今天三星也讲说 晶圆代工跟台积电看法是一样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讲 是不是讲高阶的 因为联电是成熟制成 就晶圆代工他们看是说 跟台积电一样啦 就是明年上半年固存 下半年就开始软利就开开起来的 对不对 那到底会不会起来 我也不晓得 我讲难听一点 以目前看的话 以目前看的话 其实明年的整个消费性的产品 还会比今年还要再跌啦 线为比较好的是什么 会比较好的就是在制服器 还有增长百分之五 所以最近制服器的股票 你倒觉得以基本面前 你看韦颖被杀了这一波以后 这两天来讲都在走急涨的路 韦颖来讲以今年来 他本益比也是低啊 你看他前三季 我忘了我上前看看报告 大概今年赚个七十几块没问题啊 所以你看本益比 你看跌到这个多少 我记得那时候是破十倍的本益比 但是这两天来讲就违线往上涨 为什么 因为他还有成长嘛 你本益比给他十倍以下 就有一点 就有一点 市场就有一点错杀了 所以这两天突然又往上大涨起来 当然是外资进来买啦 你外资不会进来买的话也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你说ABF3037 新兴来讲 你说涨到这里来讲 至少你看嘛 我说你知道本益比够低的话 就股价正硬是整理嘛 所以这个就跟蓝电 这个像新兴啊蓝电紧硕 现在的走势就跟差不多 连电啊 或者是说像 资源光一样嘛 就本益比够低的 因为你看新兴来讲 今年二十块 明年估到二十二 那我请问陶俊宝 本益比几倍 这本益比几倍 五倍 没有吧 低到爆吧 到四倍五倍而已啊 所以说你看 本益比低的股价就能够整理 本益比还高的还在往下跌 所以现在来讲 你要看你手中的个股 尤其要看明年的 获利贷也怎么样 对不对 那如果说第三季 是断来式的往下杀 这种股票你说 大盘涨 他能够弹 真的机会就不会 比较没那么大 就比较没那么大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呢 大概股市能跌到什么时候 我之前跟各位讲 是11781啊 对不对 这一波来讲 从基数面上11781 是跌了41%左右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跌了31%了 那如果再跌啊 差不多就跌10%左右嘛 那11781来讲 以目前看的话 大概只有1000点 但是1000点接下来 这些要跌什么样的个股 对不对 要跌什么样的个股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像有时候股票 真的像昨天涨200点 大概都涨一点 对不对 几乎都涨一点啦 当然有几只股票相对强了 但是今天跌了 哇很多股票就开始 就我也往下修了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能够整理的 大概就本益比 到说五倍六倍 都是很便宜的个股啊 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来啊 讲实在话 现在买股票 真的至少有个打底的 那本益比电链一下 算一算 当然有一些投机的啊 他讲从 我之前跟你讲 要还是要嘛 对不对 跌到这里 你看昨天一根长红 你至少看要不要止跌 不晓得 但是呢 就整个趋势来讲的话 他这一块的趋势 大概应该就在月线上面 所以只要月线还没突破之前 你说这里就止跌了吗 也未必啦 真的未必啦 你要倒霉一点 遇到像高端那样子 从200多块跌到现在 六十几块 高端呢 高端带号我不晓得啦 像北极星的 六五五名的 北极星的这一种 你看跌到这边才开始整理而已 所以你看哦 你在跌的过程当中 你根本不晓得 这里整理完 对不对 我说这里整理完 你看这一波来讲 它的最重要是哪边 十字线都没过嘛 所以说十字线没过之前 你不要觉得说底部到了 你要去看这样中 从均线去看 月线离这么远 看就不用看了啦 你从十字线就好了 在这一波跌的过程当 十字线都没破 你看这里没有破 没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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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啦 就是没有突破嘛 你看到这里 有没有突破 今天我这一根 我记得是好像涨停板 还大涨 我忘了 有没有 结果呢 隔天又跌三根给你 隔天又跌三根给你 所以你说啊 这里是底部吗 结果一 昨天 隔天一开盘就往下杀三根 你看不要看这往下杀三根 是105直接跌到了78块 最低 最低跌到78块 直接就杀这样子 至少又杀了20几%下来 这三根 又杀了20几% 你在这里买 又跌了20几%下来 不要看这三根这么小 又跌了20几%下来 所以这种东西 当然你说啊 怎么去看基本面 我说根本看不懂 都赔钱啊 对不对 他想涨就涨 想跌就跌啊 所以这一波来讲 以他来讲 十字线是最重要的 你看十字线到今天来讲 也没有过 昨天这两天又红 对不对 昨天不是涨生气股吗 今天来讲 又给你摔下来 所以说现在股票 真的难做啊 我讲难听一点 真的难做了 你要考虑的点 真的太多了 你就是扩立好的公司 你看连连花科 讲实在话 赚了那么多钱 今天还给你跌24块 你怎么投资啊 我讲难听一点 你有多少钱 对不对 台积电就今年 为什么大家输得那么长 原因就在这里嘛 都忽略了一个大环境的变化 你从今年台湾股市 跟中国大陆的股市 竟然可以形成烂凶烂地 从外国人的立场 把我们台湾 已经看成中国大陆一部分 接下来啦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 从演习那一次开始的 我们一封锁 我们全部都动不了 我们政府也都不敢讲话 美国也不讲话 只是看吧 航空母舰他演习的话 他也开过来而已啊 这代表说美国也是怕中国大陆 只要中国大陆 不说真的 灰弹打过来好了 或真的登陆来讲的话 动不动演习 你台湾你怎么玩 我跟你讲 你完全是已经被受制于 中国大陆了 所以接下来台北股市 会怎么去反映 以目前短线上 但美国股市不能跌 美国股市跌 我们也跟着跌 但是你真的要 能够涨的话 得要观察 中国大陆股市 尤其是港股 什么时候止跌 我们台北股市 像昨天港股涨 我们才跟着涨 今天港股跌 我们就跟着跌 对不对 是不是很明显 很明显 目前来讲 短线上是跟着 中国大陆在动的 所以说港股 你就观察港股 短线上操作股票 就观察港股就对了 好 股市龙传 欢迎投资朋友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 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 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我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按进去 会看到我们股市龙传 入会及持股的 见诊申请表 然后把姓名电话号码 还有持股名气写清楚 要加入会员的 非常欢迎 上个方案让你选择 填完资料按提交 股市人员马上会跟您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用 影片 有下方的QR Code 手机扫描 进入LINE族群 做互动也是一个方式 那欢迎投资朋友 订阅股市龙传 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要盘前焦点 盘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 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出归头这边的操作 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